请寻答时间30分钟 院长,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平常跟青年人有没有在接触呢? 有 那大部分接触的都聊一些什么? 学业,感情,还有就业问题 院长,基本上如果你有看今天的新闻的话,好像他有提到说今年开始教育部,大学学费要涨6% 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真的准备要涨6%呢?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也是他们有在规划这样的一个学会,让各个学校能够自主调整的方案 但是从相关的资讯看起来,他仍然是在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之中 院长,其实这个部分,不论他学费要涨还是不要涨 我想有一些现在青年人要面对问题,我想跟院长讨论一下 是这样子的,经过老委会好像上个礼拜他收集出来资料,平均现在大学生他的每一个月的薪资是27,425元 但是呢,从民国95年开始呢,到现在,每个月平均的月薪少了2000块 但是物价6年来,似乎涨了9% 那如果如同院长所说的,他大学学费还要再继续涨6% 那请问,年轻人要怎么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呢? 好,我把这两个问题连起来,我们的那个平均薪资,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平均薪资 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实质提高,那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非常忧虑的现象 那为了处理这个现象,我们必须要从台湾的整个产业结构去做大规模的转型 那但是委员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报纸上所讲这个涨学费这件事情 跟我们离开学校去就业的年轻人的平均薪资,他们之间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是还没有就业的,那他们的负担其实会转嫁到父母身上 对,那院长我相信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我要探讨的部分 因为你一个两万七千四百二十五元的人 我想他没有办法去负担,除了他负担他的生活费之外 那还有房租的部分嘛,还有有一些年轻学士或许在做学生的时候 他需要偿还学贷的这个部分 对,但是依这样的薪资跟其他我们邻近的日本跟韩国相比 高的失业率加比较不好的福利政策 你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在台湾真的有希望吗,他们真的会快乐吗 我不敢讲说年轻人快不快乐 这个要由相关的调查或学者专家去研究 但是你如果问说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有没有希望 我始终对这一点是抱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创意 并且也有相当坚韧的决心去面对他们未来的世界 那我觉得既然院长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替青年人来维护一些有关于他们的权益的问题 让他们可以快乐,政府可以留住青年人才吗 可以让他们快乐地留在这个土地上,应该是这样吧 院长您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希望最重要就是让每一位年轻人都有充分发挥他的钱人的机会 不管这样的机会是在我们台湾,或者是他要到世界各地 美国加拿大澳洲去创天下都可以 这个部分我想就是待我说明以后我来证明给你看 台湾的年轻人其实真的很不快乐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老师 那我在我的工作上我遇到了很多青年学生 他们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 那就像院长说的 他来都会去就学 家中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他在都会去就学的这个生活的费用 但是什么东西造成他的生活负担最大的 其实是在房租的这一块 不知道院长您了不了解 如果是台北市的话我可以了解 可是都会去就业就学的人很多嘛 对不对 那他的确他要租屋的负担也很大 所以你知道我的学生一半以上四成三的人 几乎都在打工 可是是谁有在帮他们把关 打工的环境安全不安全呢 有吗 我们政府的哪一个机关或者是清福会 以前的清福会还是现在的青年发展署 你觉得他们有做到吗 如果是在学生打工的话 基本上是教育部在关注 但有人在关注真正的替他们安全在把关吗 我想教育部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的人力 就是这个人数有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触角 上到每一个学校的每一个学生打工 其实我上网搜索了一下 青年发展署他现在的整机 就是您看一下 几乎没有任何一点是有关维护到青年的居住生意的这一块 几乎没有 青年的居住的问题的话 这个我还跟院长报告一下 如果是像灾学生的住宿 对 这我还跟院长报告一下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我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去工作 去打工 才有办法负责其他的房租 可是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是在 把关这个他们工作的环境 有没有安全 有的学生女生就去当原教妹了 男生就去扛水泥了 他们可以回家告诉他们的父母 他们有这样的困扰吗 他们有这样子生活的问题吗 还是政府有来替他们把关这样的环境吗 几乎没有 所以他们生活真的很糟糕 首先要先跟委员澄清一下 像说如果有一个学生他跑去当原教妹 这个已经不是打工环境的问题 因为这个可能都已经是非法了 他就往哪里去 所以其实制造了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刚刚委员讲到说 无从机关来注意打工的环境 我想教育部跟老委会都有在抽查 那种的青年发展署 没有提到任何一点 是有关工作上的把关 或者是有关结束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最紧密的应该是青年发展署 对 可是几乎没有任何连结 而且在青年发展署 虽然说没有关系 可是在101年 那时候是轻浮会 他们自己的主委 主持了一场南部的研讨会 结果呢 当下101年的时候 年轻人就已经反映 他们需要落实 希望政府能够落实他们的居住正义 洋洋洒洒 学生提了七大点 年轻人提到了七大点 可是呢 没有人对他们有所回应 现在已经是102年了 结果今天早上 有跟青年发展的 青府对发展署的副署长有聊过 他说这不是我的职责 他就这样推给我 可是你知道吗 在101年青年政策论坛 地方论坛的结论报告里面 他提到哪三点 让我来跟院长报告一下 第一点 政府所提供的住屋补助分配不均 名额少 且集中于特定的身份人士补助 导致青年申请困难重重 长达不到补助标准 找不到担保人贷款 又或者机关审核时间冗长 而无法立即取得补助 解决购物与租屋的问题 接下来还有一点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您听听看 闲置空屋很高 但是真正有需求的青年 跟弱势的居民 却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购得 还有一点 青年虽有购物的需求 但在都会区的生活费太高 难有积蓄 因此转向租屋方式 但又易产生租屋合约不明确 或合约内容过于简化 使青年权益受损 在101年 青年人已经提出来了 他们需要政府帮忙他们 但是 没有 而这些呢 他们洋洋沙沙写了 七个行动方案跟政策建议 当时他们的确有回复 可是呢 院长你知道吗 他把这个都转嫁在内政部 就是内政部的责任 没有错 就是那个青年发展署 他一定会回答说 不是他的职责 但是一年过去的 院长一年过去了 青年人也等了一年了 没有人给他们任何的回应 真的 所以你觉得 台湾的年轻人在这里还会有希望吗 他告诉政府他有这个问题 可是没有人可以替他们解决 没有 对我想请问一下院长 就在你四天前 你的内政部的清安方案就忽然喊咖了 对不对 缩停就停 然后我今天为 营建署他说因为没有预算 就缩停就停了 然后他说 没关系啊 整合资源补助他有两万五千户啊 一个月有四千块啊 但我想请问院长 你知道清安的绩效四年以来 其实是很不错的 而且四年以来 承租的青年 去申请补助的青年 达到三万多人 所以total三万多人 加你现在两万五千户 加起来应该是六万户 可是你却逼迫青年人 要去跟弱势挤那块饼 你是要让青年人做坏人吗 你逼得他不得去跟弱势挤这块饼吗 跟委员稍微回答一下 第一个 当然因为国宅基金是短缺了 所以现在这块是一部分停下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退的年底 会有租屋平台出来 把空屋跟这个需要的人做媒合 另外我们也跟教育部跟国防部 跟其他部会在积极的 如何把闲置的空间 转化成一个弱势族群 去年人可以住的地方 这个陆陆续续都会推出来 对因为今天早上 其实我有跟尹建署的副署长 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今天早上他也承诺我 就是关于租金补贴的部分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物价商场六年来 已经涨了百分之九 他说我之前三千年后来变四千 那我说那我求求你帮帮忙 之后你可不可以依照物价波动的标准 去增加租金补贴 他说明年的预算如果没有问题 他大致上可以同意我 那院长不知道这个部分 宁愿不愿意 我又站出来维护青年人 他今天早上才跟你讨论的 我想那个细节可能 营建署还会规划一下 我们会来规划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户数的部分嘛 对不对 你原来是要补助两万五千户 现在我请他 请你 total申请人超过六万户 我不勉强你你就六万就好了 你说六万户就好了 你说每一年你的清安喊咖 他告诉我说因为呢 他每一年因为清安这个方案 他亏损了三十亿 一年要赔到三十亿 那我们看看如果你补贴多两千块好了 六千块 五万户的话也才三亿 你都已经砍了这么大笔了 你再给青年人三亿去维护他的一些 居住的权益有这么困难吗 我想相比之下的落差 应该还挺大的吧 我想这最根本还是裁员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来 我觉得裁员这其实是规划上的问题 如果因为裁员 你牺牲青年人的权益 我觉得那台湾的青年人很可悲 你只因为回答我说因为裁员的问题 那青年人如果照院长讲的 他是人才 他是不是用裁员这种东西 是可以平衡的 你现在这样说 那这样的青年人留在台湾 不是很可悲吗 我想 想怪那么多人要去澳洲打工 不是 我想当然 不愿意留在台湾 补贴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说 我们希望把闲置空间把它 把它慢慢变成植物宿舍的概念 我们现在跟教育部很积极的在弄 我们希望在一年之内 可以推出一两千户出来 我们会很积极的来做 不好意思院长 那你可以承诺我吗 你至少替青年人可以站出来吗 没关系 我租金补贴给你吗 按照物价波涨的波动 我租金补贴给你啊 我觉得这不过分 因为你青年安心喊咖 你已经让粉碎的青年人 可以买房子的梦想吗 你连让他们可以补贴出一个房子 都有这么难吗 我觉得不至于吧 31跟3亿其实有很大的落差 委员你说那个喊咖 财政部的青年安心 成家的购物优惠贷款还是在的 那另外一方面 但是条件差很多 你也刚刚也听到 院长 没关系 因为这个部分 我早上已经跟营建署的副署长沟通过了 那我希望 今天站在维护青年人的权益 真的 请你回去好好地思考看看 真的 因为31跟3亿 其实对你们有很大的差别嘛 而且 你不能因为说产生短缺 所以青年人的权益 就没有了 对不起我牺牲你这一块 如果照我所调查的你1600亿 也是去支持其他的福利团体啊 社福团体啊 为什么 难道弱势青年就不是人吗 应该不是吧 我想委员我们不会这样去思考 但就请你好好的替青年人争取 真的 因为我看过太多学生 因为付不起他的租金 去很多地方乱打工 真的 做父母亲的是可以理解这一点 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孩 为了要在外面乘住一个房子 又要还学贷 又要生活费 又要八千到一万的房租 然后去做一些你觉得 可能造成社会问题 甚至伤害他自己的事情 你作为父母你于心何忍 难道这样子你站出来有这么难吗 用3亿来维护青年人 补贴青年人 有这么困难吗 委员 您今天跟营建署讨论的事情 营建署都还没跟我们报告 我不能在这边随便承诺您任何事情 但是我已经讲了 内政部一定会把您的建议 请你承诺我愿意站出来 维护青年人的权益 可以吗 这一点不过分吧 你可以维护青年人的权益吧 连这个你都不敢保证吗 我们当然会维护青年人的权益 好那就谢谢你 我在这里就代表台湾的青年人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替我们青年人想一想 我们要的是什么 那另外一点 有关合一住宅的部分 就在内政部的时候呢 江院长您那时候是内政部部长 推了合一住宅嘛 那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板桥福州的部分 一个是捷运A7的部分 那totally总共有七千多户 我们先讲板桥福州 你只提拨百分之十 优先承租 社会住宅 对对不对 但是这百分之十 你有提到 弱势青年可以先优先承租吗 没有 但是A7捷运有好一点啊 你有提拨百分之五 让青年人优先承租吗 应该没有错吧 也是社会住宅 这里面都包含青年的部分 但是225户 你觉得都会区的青年 就业就学青年 就只有这两百多户吗 不是委员您误解了 这个百分之十是承租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是青年 这又剩下百分之九十 或甚至百分之九十五 也都会认识的 都是他可以去申购的 可以住宅 可以去申购 对院长你讲讲对的问题 申购 是 对我刚提到 老委会找出来他的 调查出来 他每一个月平均的薪资是两万七千四百二十五元 来我想试算给你看 他怎么申购 你看 一个学 一个就业 一个青年人平均薪资是二点七或三K好了 我们不管 然后因为因为三月份 你中央银行的礼监事会有决定吗 就是为了打房特定区 所以我们现在不可以先缴利息再缴本金 我们需要缴席本金一起偿还 对不对 就是要一起偿还 你没有办法 对那原来呢 我们贷款可以三成 一二三 一五成科 现在需要自备到三成 那我们试算了 我们不买别的地方 我们就买你的合一住宅 你的合一住宅 一坪平均是十五到十九点五万 平数大约三十平左右 总价大约七百到九百五十万之间 应该是没有错 但是呢 我想请问你 两万七千多块 一点八九percent的利息 连本代息 他要还到两万五千四百二十五万 不是 报告院长请也要我讲完 不好意思 如果这样永远不了解 合一住宅政策的设计 这样你真的会永远不了解 合一住宅的设计 真的 合一住宅不是设计给 两千多块他怎么生活 那干毕业大约三 不管他拿到是两万多块钱 我们并不鼓励他马上去购物 这个也不是他在人生这个阶段 所应该优先考虑的 他可能还会换工作 可能还会搬家 那然后呢 通常我们可以出来是假定 一个人离开学校之后 已经工作一段时间 并且他的薪水已经开始提高之后 他才有办法开始去累积他的积蓄 院长我跟您报告 我有个同学跟我一样三十五岁 他不是做教职 他运气差了一点大学毕业 到现在他只领三万 结婚了他不敢生小孩 委员我们不谈个案好吗 没有啊我谈个案 因为这就是实际的例子 院长 我觉得你要真的去面对青年人 他的问题是什么才是重点 真的 紫绍禅兵没有用 请你面对实质上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有在面对 但是委员不能期待说 国家去照顾 我拜托你 不要这个样子 好好的替青年人发生 真的 我们仍然是循序渐进的 有的先进入内政部的服务平台系统 那你的循序渐进方式真的对青年人很特别 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过了 我们会跟教育部跟其他部位合作 把闲置空间把它换成青年植物宿舍的概念 我们预计在 而且院长不好意思 我现在想请院长回答方便吗 是 院长 不好意思 你合一住宅的部分 乘租的部分 对不对 我想请问你 如果在标单里面直接载名 你要用多少价钱乘租 没有违法吧 这个细节我不清楚 你怎么会不清楚 你都已经有两个案子了 直接在标单里面 写上价钱 用多少价钱乘租 对嘛 你比如说你板桥的部分 你一坪三百二十元出租嘛 主建物嘛 副主建物一百多块嘛 那我平均他就是要八千到一万一户嘛 嗯哼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嘛 对 我们用平数来算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院长 你知道有几家厂商来竞标吗 你是说新建的厂商吗 对啊 就是total总共有几个人来竞标嘛 拿标单的人不说 不 已经都绝标啦 我就说 谁拿来竞标 谁有几家来竞标 几家嘛 total里有几家嘛 我不懂委员的意思 委员是指那个合一住宅的新建 那个已经是绝标了 在绝标 一定会有人拿标单来竞标 那你在拿标单来竞标 这些厂商有几家啊 那我告诉你看 你不知道十八家 那代表了什么院长 您知道吗 代表这是绝对竞争的市场 嗯哼 而你的政府是站在卖方 是吧 卖方的市场立场 如果你可以在标单上载名 你可以一瓶租多少钱 就像你比如说 你现在满桥 你一瓶三百二十元 对不对 主建物 附属建物可能一百八十五元 那请问你新的案子 你愿意用比行情第二分之一的价钱 写在标单内吗 我们现在和宜住宅的设计 是比附近的市场行情 大概是他的六折左右 对 我有去打底 我知道是六折 可是院长 委员要求要打对折 我想这个应该由引荐署来评估 适不适合 可是院长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政府是不需要花任何成本跟预算的 你连政府不需要花到半毛钱 你都还不愿意吗 不是说不愿意 因为你如果把那个 提起来就是不愿意 定的比较严格的话 可能来竞票的厂商会减少 可是院长你知道吗 有十八家厂商代表什么 代表他有利可图啊 有谁不愿 有谁要愿意做亏钱的生意 没有吧 当时事实上也有应用了一些 我们营建署跟这个业界的关系 就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支持一个有社会意义的共同 如果算计不要单是营建署的专业 但是我相信 在你不用花你政府任何成本的费用下 你可以这样的载名去维护青年人 我真的 你可以让租金便宜一点 你已经用清安的方式 让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买房子了 真的 那至少你让他可以租得起房子 真的 因为你设计标单我不懂吗 对不对 我没有营建署专业吗 所以我希望 委员的那个建议 你可以多替青年人讲一下 我们可以转给营建署参考 并不是说一定不可信 但是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就请你承诺我你愿意去研究 至少 真的 因为你清安喊咖 真的很多青年人是反弹的 那你至少要想造一个另外一个措施 去和缓一个青年人情绪 不然里部长就在讲 我们的租屋 里部长上任之后一直在推这个租屋平台 所以有新的政策推出来 还要研究 并不是说都没有 都没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院长没关系 你说这些核宜住宅 A7啊板桥这些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 那选手村的部分 应该就现成 应该可以规划了吧 你投资了171亿嘛 选手村将来在新建完成之后 以及使用 就是说事大应结束之后 要怎么样来作为合一住宅 或者是社会住宅的使用 没有他这样规划我们是社会住宅吧 我刚刚讲合一住宅或社会住宅的使用 或依乐就对了 对这个会由这个我们的 应该也是内政部 跟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会一起 那户数应该有三千多户吧 相当多 那如果社会住宅的部分 应该可以support弱势青年 或者是弱势团体 对不对 有相当大的机会 因为户数蛮多的 那刚好就是部长也在这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把选手村规划成百分之一百的 弱势青年住宅呢 这个是对社会住宅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对吧社会住宅定义 社会住宅define 是符合很多条件的 青年人是其中一块 青年人是其中一块 那弱势也是青年一块 想要照顾青年人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到身心障碍 或者是家暴 丹青怒母 这些都是我们要照顾的对象 弱势跟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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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这里 因为 那老年人就不照顾了吗 如果照我所知道的是 你们 每一个 因为他都几乎都是三百亿 已经住宅基金已经快没有了 对不对 已经快要bankruptcy 已经没有了嘛 你三百亿几乎都已经烧掉了 我们还要努力把它赚回来 对那你打算用 选手村把他赚回来 不是不是 我有很多方案 有机会再跟委员报告 好 那没关系 那关于选手村 既然你不是要用选手村把这个钱补回来 不是 不是 对对对 好 选手村的目的不是为了补住宅基金 委员可能 忘记了选手村是为了四大印的举办 对 而中央去协助地方 新建的 但是你们就规划它为社会住宅嘛 那你也不是为了要用选手村把 那个三百亿补回来嘛 对不对 不是 那为什么 那你可以譬如说 你可以百分之五十 你就让弱势优先成购啊 你也可以补你的住宅基金啊 应该可以吧 我想 目前这个未来 你也有照顾到弱势啊 未来怎么管理 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行政院会跟地方政府一起讨论 这件事情我们不会片面決定 现在都还没定案 我在这里 因为这是现成的嘛 不像你合一住宅 你还要去更改里面的内容 已经很难了 要从百分之十 再调高到百分之二十 你们得回答都说 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已经明定好了 我没有办法再做更改了 只有今天 我去跟 营建部的副署长说 那拜托你 百分之十 你不能改了嘛 对不对 合一住宅你百分之十 优先成租已经不能改了 那是住宅法规定 对对对 那可不可以说 请你去道德建 道德劝说一下建商 那从百分之十里面 可以提拨百分之几 先让弱势青年人 优先成租或成够 你可以公开说明啊 公开宣传啊 让台湾的青年人知道 政府是爱我们的 政府是在意我们的权利的 维护我们的权益的 而不是因为政府一句我没有钱 我把你的清安喊咖了 就这样算了 不是很好吗 谢谢委员 刚刚这个建议 这个方向我们会去思考的 您放心 那就谢谢你 那所以这个部分 在我们再回来选手村的部分 那是不是您同意就是 百分之五十让弱势 优先成租成租 因为你要照顾弱势嘛 那另外的百分之五十 我再提拨百分之五十 让弱势青年 没有办法afford的人 afford的青年 他可以优先成租呢 因为你购物的这个部分 已经OK了嘛 购物你可以补一些 你的住宅基金进去 那青年人因为清安 他也买不起房子 而且现在自备要三成 利息又怎么高 他买不起 那政府可不可以 就只租不卖 只租不卖 只租不卖 是未来的政策 你也可以补一些洞啊 对不对 也可以补一些你的三百一烧光的啊 这个percentage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啊 这个percentage 但是它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吧 但是 应该是可以讨论的方向 可以讨论 但是到底是百分之多少 我们来讨论 因为其他的 我要求的是另外百分之二十五 你要卖给谁 卖多少价钱 这个我不care 但是请你要照顾到弱势 照顾到弱势青年 我觉得这应该是 我们思考的方向 只是那个百分比 我们还得要跟新北市政府 一起来商量 对 所以我希望说 今天在这里 真的我只希望说 院长请你多想想 真的 很多的学生 都骗爸爸妈妈说 他去上课了 但是其实晚上 他去做圆交妹了 还是说 爸爸我今天下午有课 我没有办法回家 但是他去营造厂扛水泥了 只为了他要租一个房子 他没有钱 他不可以开口回去跟爸爸妈妈说 我没有钱 你给我钱 不行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政府 逼迫他们买不起房子 现在连房子都没得租了 连一个安定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你可不可以真正的落实 那时候 马总统一直不是说 我们要维护青年人的正义啊 居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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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下信物看不到 现在青年人的居住正义在哪里 不知道院长 你愿不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呢 委员你一直问我愿不愿意 我一直回答你愿意 那你还可以继续问 那要有方案啊 不要出了这个门 你就忘记啊 在大方向上 我跟委员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我跟他们讨论的太多 我愿意啊 我愿意努力 我愿意去规划 可是没有人回报给我啊 那我怕你跟其他的不一样啊 也是走这个门 资讯结束了 你也累了 也就忘了这件事了 那怎么办呢 委员是今天最后一个咨询 我相信不会那么容易忘掉的 真的 那就谢谢院长 那所以院长 你愿意维护青年人的权益咯 我绝对愿意 那继续就是 落实所谓青年人的居住成 居住正义 对吧 我们愿意去追求这个目标 那让他们安心成家 OK吗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 那我希望在未来 我能看到你真的为青年人努力 真的让青年人愿意待在台湾 不要再一大轮去澳洲打工 还是对青年人没有希望 相对的我也希望我能够看到我的学生 越来越少人 没有去当原教妹 还是去扛水泥 真的 身为一个父母 或身为一个老师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残忍的 真的 请你站在父母亲的角度 多替他们想一想 可以吗 我希望委员有机会跟您的学生讲一下 如果有真的有那么多的研教妹的话 我想在师生辅导上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因为我自己过去在学校教书也接触过很多年轻人 就像我跟委员报告的 我们会谈学业 会谈感情 也甚至会谈就业 等等各种问题 院长那可能你真的 非常的 交友广泛 因为学生不太愿意跟师长谈感情的 这算 比较私密的事情 所以请你好好的维护青年人的权益 落实居住争议 我今天要求只有这一些 好 谢谢 谢谢委员